18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表示 他已经指示财政部长大幅增加对伊朗的制裁 伊朗总统鲁哈尼18号表示 在伊朗遭受美方极限施压的情况下 双方不可能进行对话 如果美方想要与伊朗对话 就应该停止一切施压举措 企图通过制裁达到目的注定无果 同一天 伊朗外长扎里夫表示 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争升级 相当于美国已经承认 只是在故意针对伊朗普通民众 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非法且不人道 扎里夫还提出 停止战争和恐怖行为 大家都安全